我要從你的押金去扣 因為我要讓我的房間回覆到 原來我可以租給下面那個人 所以我不要租給你押金頭去扣 這是基本上 房東會給你收押金主要的用力在這裡 那我就假設說這個押金房東就是很信任你 假設知道你不會把他的房子搞得亂七八糟的話 然後我說押金呢 未來可以抵你的那個租金 所以最後兩個月你可以不用付租金 那這個押金是不是最後就是你的租金了 一樣的道理啦 所以意思是說雖然你不用付租金 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租金存在 只是他的行事上的病人是押金的抵抗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 雖然沒有利息 我借給你錢無息的 你不用付我利息 但是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好 我借你錢 你拿到無息拿到五十萬 那你要付出什麼 你要付到你的東西賣給我 你會可能賣給人家的 可能每個單位是賣那個五十五塊 比較賣給我五十塊 好 但是我沒有收到利息 我雖然用付五十塊去買一個單位 但是事實上 我是犧牲我的利息去取得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要用反映出真正的價值 所以我把沒有收到的利息的金額 就反映在我的買的商品裡面 所以我買進來的商品的存貨成本 我也是一個單位五十塊 所以這個例子你自己看一下 好 這是失利期的例子 好 那另外我們要留點時間 來跟大家檢討一下上次的討罪 好 先看一下呢 OK了嗎 好 這個經驗所講的 然後請你們去好好的念寫一下 好 那我們很快地把上次的檔案 然後配分跟大家講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 D的蛋糾心比較在意的性能用 不清楚 不想要這樣的結果 我們的考試呢 你就讓大家知道 你這樣給大家一點好 好 那在我們也這邊看看 有沒有改錯 或者是一些分數進錯的地方 第一題用的是 第一大題選擇 你用的十一題 每一題兩分 對總共是22分 答案是 C D C D C A 好 再一次 一到五 D C D C C 好 第六題開始 到第十題 A A C B C 再一次 六到十 A A C B C 好 第十一題 好 再來第十一題 我的配分 我的配分當時呢 我待會唸到的只有配分 沒有唸到就沒有配分 X7年所得稅費用 472500 然後呢 停業單位 營業損失 好 或者寫營業損益 都沒關係 十一萬零五百 好 然後 X7年度 X7年度 本期盡利 76萬7千 好 這三個數字 各兩分 那X8年呢 所得稅費用 66萬5千 好 停業單位損益 營業損失 11萬7千 求分利益13萬 然後本期盡利124萬8千 X8年有四個數字 每個數字兩分 但是如果X8年呢 你的停業單位合計起來 寫一萬三 我也給你分數分給四五分 是假設 你解決是算對的 好 所以如果你的停業單位 X8年是寫 所以那個利益13萬 就是四分 好 所以第一大題的總分有14分 好 第二題 被選擇題的第二題 一共有四個方案 好 但是我當初也請你吧 每一個方案的金額 都算出來才給分 所以第二個方案 它的金額限值呢 就是60392 第三個方案呢 是5萬7千120 第四個方案是6萬2千503 好 所以三個方案 就是因為第一個方案是6萬5千了 不用想 所以第二 第三 第四 三個方案的金額算出來 各兩分 那最後答案要選擇方案一 金額6萬4千 這個數字 這個答案4分 好 所以第二題的總分也是10 總分10分 好 那再來第三題 好 三跟四呢 都是課門裡面的題目啦 第三題是資產部代表嗎 好 先講說第三題是資產部代表 股客公司資產部代表 好 改正第三題就是資產部代表 股客公司這個意思 好 第三題應該是這個 好 第三題應該是這個 好 這個表頭 股客公司資產不代表X9年12月30號 這個表頭2分 所以你要寫表頭的話這2分就沒了 好 待會你念到的數字 這個各2分 流動資產58700 長期投資18300 活動產廠房及設備47000 無形資產10900 流動負債25600 非流動負債42100 好 補版23000 資本公司28300 好 有些同學呢 把補版跟資本公司 因為他的寫法是 譬如說特別股 然後後面就寫特別股地獎 所以如果你把它寫起來 合計起來是那個投入資本 好 也可以對 只要你把這兩個數字 我們看一下 如果23000加28000 300是51300 好 如果你寫投入資本 51300也可以對 那這個數字就4分 保留英雲160002分 然後呢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13002分 庫藏股也1400 好 這是 你有沒有課股沒有關係的 你自己請就好 然後呢 負債跟權益的總金額 134900 好 所以所有剛剛列到的性質都亮 好 開始 全部 好 好 錶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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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部分 5本 23000 資本公積 28300 那如果你把這兩個數字 合起來寫成51300 投入資本的話也可以對 就4分 好 所以這兩個分態算是對2分 保留英雲160002分 好 其他權益的效果裡 累積其他共和損益 13002分 庫藏股14002分 好 那最後的合計呢 負債及權益的總金額是 1349002分 好 這題是特本裡面的題目 好 再來第四題 所以這題呢 一共是26分 好 第四題 它是寫部分的綜合索利表 好 所以呢 我的表頭的部分就不成分了 好 從哪裡開始積分呢 好 請去一聽 其他綜合索利網項 好 被公出售金融資產 好 是2 2 2375002分 未實現資產重估增值 750002分 外幣換算調整數 1355002分 分其綜合水益 8725002分 好 第二個部分是 有關於它的資產負債等部分 500 400萬2分 資本公金200萬2分 保留英零 225萬2分 以及其他綜合水益 1275002分 所以權益的合計數 81225002分 所以第四題的總分 總分18分 好 然後第五題 好 第五題呢 就是 好 第五題呢 是第一章的多分 所以 12345呢 分別是 K B I J G 再一次 K B I J G 各2分 所以這一個十分 好 前面什麼問題 好 前面什麼問題 好 都沒有問題的話 資產負債 對不起 我剛剛把那個結束 因為下次我們再講 運輸帳款的融資的部分 所以 195頁的運輸票據的評價跟表達 運輸帳款款項的表達跟介入 195頁的底下 你自己也看一下 好 最後我們來點一下評價 好 今天看起來